我90%的话都只一种结 大家看啊 好了 是不是很快啊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怎么打这个高速的结 嗨大家好 我是Jerry 欢迎回到BestSniper YouTube频道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钓鱼呢 会为了要频繁的更换钓耳 所以呢 就不喜欢打结 而是喜欢用连接器 但是这种连接器 连接环转环的话 对于像这种JIG 有一个小的这个线孔的 或者是JKID Texas RIG 那些软耳钓组啊 都非常非常的不合适 实际上 因为为什么呢 它这个线孔非常小 然后你的连接环会卡在里面 会给这个连接环 到耳到线啊 之间有一个非常奇特的角度啊 在你自娱啊 会有一定的影响啊 甚至一个感度方面有一些影响啊 那还有一些啊 硬耳的话 实际上也不是非常适合用这个连接环啊 像一些小一点的那个水面吸的耳啊 像某些抽停耳啊 你加了一个连接环以后呢 一个是累赘啊 增加不必要的那个连接的环节啊 第二个的话 也是会改变它的一定的平衡 或者是影响到它的一个 泳姿和动作 但是打结有的时候呢 特别是非常非常的烦 而且特别是现在的话 有非常多的打结的选择 我自己的话啊 像这个软耳钓组啊 大部分的这个打结的情况啊 90%的话都用这一种结啊 这一种结的话呢 效果啊 我自己用了十多年下来啊 效果非常好 大家看啊 好了 是不是很快啊 好 为了示范呢 为了便于大家看见这个线啊 我这儿有一根白的棉线啊 然后 有一个这个BuzzBit 用BuzzBit也是为了这个棉线能够穿过 然后接下来就给大家示范一下 这个非常非常简单啊 实际上 首先呢是把棉线肯定是穿过这个 穿过这个BuzzBit 然后呢 你的左手是拿着这个主线啊 然后右手的话是拿着这个线头 OK 然后呢你把这个线头 大概20公分多一点的样子 翻过来 然后你主线啊 是用这个食指勾住 然后把这个线头 在这个食指上勾过去 勾过去了以后 把这个线头折回来 就通过你的这个食指啊 左手的食指 可以做出一个loop 就是一个线 有了这个线 这个线以后 然后你这个线头呢 是从两股啊 这个主线和这个线头自己 就形成了两股线的后面翻过来 翻过来以后 你是这样的 左手的话是拇指和食指啊 捏住这个线头啊 这个线环 sorry 然后右手的话 仍然是捏着这个线头 然后呢 你就可以转了 就是从 从外向 就是 这个耳啊 是向相机方向翻转 翻转三次 四到五次之后 然后你把这个 左手的拇指和食指分开 分开以后 你就可以看见这个线环出现了吧 线环出现之后 你就把这个线头穿进去 穿进去 穿进去之后 你就一定要把它湿一下 当然这个是棉线 我没法湿啊 没那么多唾沫 那这个啊 一般你有尼龙线啊 或者是其他一般的鱼线啊 或者是其他一般的鱼线的话 尼龙线和碳线的话 都要湿一下 湿的目的的主要是为了增加润滑啊 减少它这个鱼线在收紧过程中啊 摩擦深热 摩擦深热 从而造成这个啊 线的这个强度 打折啊 老化 你就把它收紧 但是你如果是湿润了的那个 尼龙线 碳线这个 这个两个 你只要抽主线 它就可以收紧了 OK 然后这个线就 线结就这么打好了 嗯 所以就是很简单的啊 我们再来试试一下一遍 就是左手捏主线 右手捏线头 当然我因为是 我是右撇子啊 OK 然后把这个线头啊 左手的食指勾住主线 然后把这个线头翻过来 绕过去 从这边 再捏住 这样你就造成一个线环啊 绕过两根主线 两根线 两股线这个 这个情况 然后你这 左手的话 依然是捏住这个线头 啊 线环了 OK 实际上你可以绕线头也可以啊 但是更简单的方法就是 转哪儿啊 这样的话实际上是省去了很多的时间啊 因为如果你拿那个线头单在那转的话啊 非常慢 这个线结的话啊 强度也可以啊 我是因为以前在这个盒上漂流的时候啊 然后打结需要非常的快 为什么呢 因为在盒上飘掉小嘴的时候啊 特别用一些那个tube jack啊 那些敲底的那些耳 非常容易挂底 但是标点的话基本上就那些 啊 然后你比如说你倒一个好的标点 不飘不敲石头的话呢 又掉不到 那石头一卡 啊 你只能把线马上拉断 拉断以后 你就要最快的速度把这个 tube jack 旁边都是准备好的tube jack 就是那个tube吧 那个穿耳都穿好 然后直接就是绑上去 然后马上丢回去啊 然后就不至于错失这个标点 因为如果特别是你在有些地方漂流啊 不带这个电瓶 不带那个汽油机动力的话 用手也很难滑回去 但是你就 好的标点错过就错过 所以一旦挂线的话 要最快的速度把这个绑好 然后丢回去 你又不能用这个连接环啊 连接环也一样 实际上 一方面你也不能啊 你来就是挂底之后 连接环照样断啊 照样断线啊 或者是把那个连接环拉开了 拉的变形也不能用 啊 第二方面的话 你用连接环的话 就是我前面提到过啊 会造成这个 连接环跟这个tube jack 跟那些小的线环的一些耳 有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 一个角度被它卡在里面啊 这样的话 刺鱼啊 感度啊都不好 而且连接环的话 你把它开环 然后把它穿进去 速度也不比这个快多少 这个基本上就是 三四秒钟一个节的话 应该说大家学会以后 顺手以后啊 非常非常非常方便啊 不至于会想到打结就头疼 好 我们再来近镜头示范一下啊 左手拿的是主线 右手拿的是线头 ok 然后我们第一步先把这个线 从你耳啊 穿线的地方穿过去啊 穿过去 然后大家看这个 我这个右手的话 拿这个线是这么拿的 ok 这么拿的 然后你把这个线头呢 从 左手的食指后边翻过去 ok 然后呢绕到前边来 再拿住 这样的话 我把这个食指退出 把左手食指退出 来看这边有个线环 right 对吧 然后你的线头的话是从 两根线啊 这边的两根线 这边不是有两根线吗 一根是你线头 一根是你主线啊 这样绕 外面绕 二 三 四 五 绕好了以后 你把你的左手松开这个线环 里面穿过去 一收 然后再把这个节收紧就行了 然后前面这个绕的过程啊 就是我们转耳的过程 啊 转耳的话是非常快的这个 节省了这个绕的这个时间 所以很多节的话实际上都有这个绕的步骤啊 但是不一定都做出这个翻转动作啊 这也是为什么这个节能够打的那么快啊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如果我要绕的话 要晃转耳绕的话啊 怎么样来加速绕 还是这样过去 你拿的话啊 是这个线头你捏住 这根线啊 线头你捏住啊 然后这个线环的话你也捏住 然后呢你就把这个耳啊 往前面转 对吧 对吧 你这边两边拿住以后这个耳就可以转了 这个耳就往前面转 就是我们前面是这么绕 right 他现在往前转也是一样 ok 估计这个拍的不怎么样啊 然后这绕了以后 然后这个穿过去就行了 所以这个呢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啊 这个一个快速打击的方法啊 这个线节的话啊 比较适合的啊 吊足啊 绝大部分的软耳吊足啊 包括德州吊足啊 那个卡拉娜吊足啊 然后这个这个啊 那些都可以啊 但是除了这个啊 倒吊啊 倒吊就是drop shot 那drop shot的话 有其他的那些节啊 有跑到骂的节啊 或者是有那个 Almanos专门用的那个 A1R专门用的一种特别的节 那以后我们会讲 有空的话 然后啊 像这个节的话 对大部分的硬耳啊 top water啊 像这个bass bait啊 那个popper啊 pencil popper啊 那个pencil啊 就是那个spook 或者是 像那个diving的那种啊 crank bait 啊 lipless crank bait 大家叫的那个vib啊 还有那个抽停耳 jack bait 啊 这些都能用啊 还有像非常非常实心的 现在这个chatter bait 什么都可以用 然后这个节的话 不适合这个p1线 不适合那个braided line ok 有强度的话也不差 我用了十多年 就是断在节这边呢 是屈指可数 非常非常少 对线的强度影响也不是特别大 而且它收的话是收两股 大鱼天是008 就是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快速打劫方法 很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让大家不再为打劫而烦恼 也不要再在什么德州调主 上面用连接器咯 好 我是Jerry 欢迎大家 欢迎我的BatSniper YouTube频道 下一次再见 大家保重 拜拜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订阅与分享哦 感谢观看BatSniper YouTube频道 我是Jerry Stay well 大家保重 下次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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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ers人 再见 你